没有人喜欢生病,但我们的一生中却没有人能够不生病 身为修行人,面对种种病骨,要有正确的态度 可以借由观自身及众生之病骨发起菩提心 一方面对于自己设身的病,知道病从何而生 然后积极寻求对峙的方法 如果我们能够懂得,我们能够去认知到业力是不可抗的 我们就会知道说,我现在要好好的去累积善的业 那好好的去修行,好好的去礼佛,好好的去拜佛 但是我做这些过程不是要去求我自己永保安康 那刚刚举了例子说,一个得了癌症的人 他很认真修行,用他的修持的功力 修持的修行来护持他度过前面的几次 可是后面慢慢的他的意志力磨掉 磨掉,他开始质疑我种种的修持的功德的时候 这是他的无名起 这无名一起,我们旁边的人,我们要去提醒他 你要继续用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业力 我们不能去对抗业力 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下去累积善的业 让他继续去用功,继续去消除自己的业障跟烦恼 来对抗病魔 那病人他自己处于无名的状态 这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当下的生活去遇到一个 他起烦恼,甚至他的情绪起来的时候的人 我们怎么去帮助他,我们要提醒他 我们要去旁边的人去给他关心跟关怀 有了关心跟关怀之后 让这个人他有信心跟力量去面对他现在种种的环境 那再拉回到最开始 我为什么要拜佛,为什么要礼佛 如果能进一步思维,现在随身病受苦 值得庆幸的是自己还能职遇佛法 能有智慧做无事正面思维 终有处理生死轮回的一天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